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人修心 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说 生活就是个缓慢受垂的过程 在这一番千锤百打中 有些人在自我放弃中不断沉沦 有些人生猛地一路高歌前进 生活波澜 命运起伏 我们虽无力斡旋 却可以选择以何种姿态营致 遇事修行 所谓宝柳之姿 望秋而落 松柏之志 惊霜有貌 人生亦是如此 在人情浮沉中打磨任性 才能经得起世界刁难 在世事历练中沉淀经济 才能洞察解决之道 曾国藩也曾说过 经一番挫折 长一番见识 在参加科考时 连续六次落地 还在大庭广众之下 被批则文章写得烂 虽然也心灰意冷过 但他立刻调整心态 总结问题 第七次考试就中了举人 在为父亲扶桑期间 咸丰帝已批准守校变相收走兵权 这几乎让他万念俱灰 但他马上反思自己刚愧自幼 之后变得谦逊平和 清代三朝帝师翁童和书有一脸 美临大事有静气 不信金氏无骨贤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 并非一开始就有不动如山的境界 而是以挫折为魔刀石 渐渐修得净若深渊的心性 修成贤圣之人 没有谁可以轻而易举地脱举起生活 当我们遇到诸多不测风云时 自暴自弃是一条路 但是另一条路就是迎难而上 曾看到有人在网上 分享面对困难的经验 每当我遇到自己不敢直视的困难时 我就会闭上双眼 想象自己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 为人生中曾放弃和逃避过的无数困难 而懊悔不已 我会对自己说 能再年轻一次该有多好 然后我睁开眼睛 砰 我又年轻一次了 我们这一生难求一帆风顺 显摊遍布才是常态 与其一味地单逆于害怕痛苦中 不如以其为养分不断强大自己 胡适说 昨日种种 皆成自我 切莫思量 更莫矮 从今往后怎么收获怎么栽 学会把每次的刀山火海 都当做破茧化蝶的考验 闯过一关有过一关的收获 矮一次伤痛有矮一次的觉悟 在某一刻就会发现 我们可以坦然面对一切挑战 无论生活设下多少关卡 都能在这泥泞路上行稳致远 与人修心 下木树时曾感慨 发挥才智 则锋芒毕露 凭借感情 则流于世俗 坚持己见 则多方彻肘 人事难拒 人际交往的诡诀之处 大抵就是如此 工作中在面面俱当 也会有人鸡蛋里挑骨头 生活里再怎么左右逢源 也有人瞧你不顺眼 有一个这样的人际关系定律 无论身处哪个圈子 遇到讨厌的人的概率 都是基本相同的 即使你逃离了这个 一定会有新的进入你的生活 既然烂人必无可避 不如以豁达心态处置 苏氏曾遭好友张敦迫害 被流放到瘟疫横行的南方地区 后来张敦被罢下 苏氏免罪回京 张敦的儿子生怕苏氏报复 连夜写信求情 苏氏回信写道 但遗忘者更说何意 唯论其未然者而已 意思是说 过去之事无需再提 让他过去吧 换成他人 也许就趁机下井落石 但就如尼采所说的 与恶龙缠斗过久 自身已成为恶龙 凝视深渊过久 深渊将回忆凝视 过多地与烂人纠缠 只会让自己变得面目可憎 人的一生里来往无数客 有人增光天才 有人抹黑重伤 如果遇人不输 那就是做修行 不为破语所恼 不为恶行所怒 以盘石之心面对烂人烂事 纵使他有千般计量 也乱不掉心境 红义法师曾滞留七塔寺 老友夏勉尊签来拜访 看到红义法师吃饭时 只有一盘咸菜 夏勉尊不忍地问 难道这咸菜不会太咸吗 咸有咸的味道 红义法师回答道 吃完饭后 红义法师倒了一杯白开水喝 夏勉尊又问 没有茶叶吗 怎么喝这平淡的白开水 红义法师笑着说 开水虽淡 但也有淡的味道 生活终究不过是一场修行 修的是无论身处和种境地 都能怡然自洽 也许是在漏像里一单是一条隐 但精神世界万物丰盈 也许目之所及都是荒凉破败 但内心自有清洗的水泽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生活是一条莫能预知的洪流 但有时世界的模样 往往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 于罪里有一段话颇有深意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为什么那些小孩 进了游乐场之后 就算他们摔倒了 他们也不会哭 因为他们来不及哭 他们要马上站起来 接着去玩 对吧 如果你把你的人生 当作这个游乐场 那你以后就算跌倒了 都不会哭 的确如此 生活可以很小 小如大闹一场的人间游戏 生活可以很大 大如一场不可承受之重的跋涉 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内心才真正决定了 酸甜苦辣等人间百味 米兰昆德拉在 被背叛的遗嘱里说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沉重的努力 努力使自己在自我之中 努力不止于迷失方向 努力在原味中坚定存在 喧闹任其喧闹 自有我自为之 不管对生活所欺是滚烫如火 还是岁月如各 我们得明白真正的生活 不仅是单单向外所求 更多的是向内的自我建构 也为心虽不过方寸大小 却可装得进一个世界 一种生活 朱德庸说 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畏惧的 反正我们只来一次 我们难以改变时间 但可以改变生活心态 活得在从龙点 无忧无惧百般艰难显足 活得在大胆点 不怯懦于他人的流言启示 一步一修行 一岁一成长 就如仆欲雕琢到最后 可见诸华任光流转 人生修行到最后 简单与繁华存乎一心 共勉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在爱中点燃 落叶 轻轻飘漏在你的脚边 那是我们一生中最美丽的遇见 我一直在人家人怀 正寻找你熟悉的脸 用尽力气努力奔跑 只想再看你一眼 盛开曾经记得花 在旋轻飘漏在旋轻飘漏 是爱让我勇敢 我是你最亲爱的笑 来陪你看满天星空 你给我一颗种子 让我许愿你会回来 用力握住你的手 做你微笑的天使 等待我会盛开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